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本集Painting Stage 油畫教學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聖誕節的雪山 跟著我們開始看看吧 我們一樣輕輕的沾一點點顏色 首先我們先把整個畫素的背景顏色先做出來 清空的部分上面我們需要的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然後往下慢慢的顏色就讓它有點淡掉 下面的雪地我也要先刷一點點顏色的感覺 想要在天空做一點點銀的感覺 首先我先用一點點灰藍色 把銀的陰影色先打出來 那打完陰影色之後呢 我們記得要把方界線讓它有點暈開來的感覺 然後呢我要在這個陰影的上面呢 加一些些亮色 我們沾了一點點白色 一樣我們用打豆腐的方式 好的之後呢一樣重複一樣的步驟 我們稍微呢把下緣的地方呢 暈開來這樣我們天空上就有餘的感覺了 在下面呢加一點點雪山 使用的呢依然是灰藍色 我們這幅畫很特別的是 我們只需要用到三種顏色 我們這樣子呢就把香的顏色畫出來了 那這盒呢我們用一吋刷 輕輕的呢把整個山的形狀 拉出來 女山的右色加一點點亮色的雪 我們使用的是白色 然後我們畫完 用色的亮色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一點點白色 然後加一點點灰藍色 我們要做 左側 三個暗面的顏色 然後呢切一段顏料一下 記得呢暗色呢我們不要加太多 加一點點就好了 把它的暗面加出來 像我們整個雪山的感覺 完成了之後呢我們在下面呢 輕巧拍打一些些霧氣 我想要在山上面加一個山木的感覺 一樣我們使用的是一吋刷 沾一點點灰藍色 做一層 然後我們輕輕的往上拉 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要拉它的倒影 你拉橫刷 倒影是對稱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把這個倒影的部分也處理出來了 在山路的下緣呢 我們加一些些水線 我想要呢 在我們的左右兩側呢 各加一些聖誕樹 那還記得我們上次教過聖誕樹 我們一樣呢 剛開始的時候 筆的尾巴往下 立字形的方式 慢慢把聖誕樹的形狀而化出來 一邊的聖誕樹我們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然後我們在聖誕樹的下方呢 加一點點蔬蟲的感覺 我們使用的工序呢 用的是一吋刷 我們在這邊加一點點小樹蟲的感覺 這樣我們所有暗色的筆刀呢 就已經完成了 一樣 我想要在我們的聖誕樹上面加個粗幹 我用的是咖啡色 加一點點白色 用筆刀呢 帶一點點粗幹的感覺出來 樹幹化好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呢 要在聖誕樹上面加一點點雪 那加雪的時候呢 也不要把整所有的暗色都蓋住 接下來我們用扇形筆的尾巴 幫我們的樹蟲呢 刮一些樹枝的感覺出來 就要來點樹蟲上面的雪 做完了這個部分之後呢 我們想要在最下面的地方呢 做雪地的感覺 也要用扇形筆沾一些些白色 我們就可以這樣直接 把雪地拉出來 那有時候呢 我們常常在雪地裡面啊 看到有一些籬包 我們今天呢 就在畫上面也加一些籬包的感覺 我們用的是筆刀 然後用一點點咖啡色 那一樣呢 籬包上面我們需要為它 做一些些積雪的感覺 所以我們再加一些些白色 那籬包的下緣呢 我們輕輕的呢 也把它暈開來 這樣我們今天這一幅作品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收看本集的 Painting Stage油畫教學頻道 如果大家還喜歡我們今天做的示範 請大家繼續follow我們的 Painting Stage油畫教學頻道 以及Facebook粉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